现在由工作人员宣读表辑结果 赞成2895票 弃权一票宣读完毕 通过 我是英知觉车行的老板娘 我是一名老师 我主要教的是生物科 我是一名市区干事 我工作内容就是做地区服务的 我是开心假日农场一个工作人员 往年来说 没什么动荡的时候 是很旺盛的 接着19年之后的黑暴 我们的生年额跌了三分之二 是从来没试过的 在完善选举制度出现之前 元朗其实有些民生的问题 在大马路和教育路 这两条主干道就出现一些人车争路的情况 其实政府过去十年一直有提出一些改善的方案 但是会见到反对派的议员 他们不断地阻纳 结果迟迟都推出不了 现在仍然是有一些的 在未完善选举制度之前 就是一些反对派的议员 怂恿那些年轻人 去做一些犯法的事情 例如堵路 那令到我们在农场工作的人员很不变 那我们的蔬菜 就没有准时的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上 甚至会烂在我们手上 我们期望完善了选举制度之后 能够可以让社会得到平静 也都学校能够变得更加和谐 让我们可以返回教育的专业 可以让我们的同学多些客观认识我们自己的国家 亦都可以多些让我们的同学 去到内地交流学习 互相促进 相信都会有一个好的新的年来出现 希望学生都可以 专心读诗 和发展未来的方向 贡献社会 其实我都是一个小市民 我只需要安居来业 最重要是那个司法 全部是上回正轨 我们已经是很好的了 我绝对支持今次的香港完善的选举制度 我支持爱国者自港 支持人大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 也都尊重人大的决定 我支持全国人大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我支持爱国者自港 我非常的支持中央完善这个香港的选举制度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我们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